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政治报曝光的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给党内各个阵营发送了强达57页的备忘录 鼓动共和党的候选人要通过积极地攻击中国来应对疫情危机 而且给出了三大攻击的路线 就是批评中国掩盖疫情 强调要向中国追折 它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只要提到疫情就是攻击中国 所以我刚才也都说了 这出甩锅的大戏已经严重地去透了 再演下去没有意思 我奉劝美国国内的这些人 千万不要入戏太深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